说到中原普渡 警察机关同样用心准备丰盛的共评祭拜 欧亚地 请求地方治安还有交通都平安 来看新庄丹凤派出所 还特地邀请了里长 以及地方士绅共同参加 蔡天瑞所长也表示 因为今年普渡又遇到了疫情蓝角局 所以在普渡仪式进行之前 派出所同仁已经先行针对会场进行环境大清销 好让所有参加人士更安心 今年中原普渡又遇到了疫情蓝角局 因此新庄丹凤派出所 先行针对会场进行环境大清销 好让参加人士更安心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我们也特别做好防疫措施 期前准备时 特别将周边环境有消毒 参加祭拜的人员 我们也有依规定实名制的登记 专人酒精消毒 确保防疫的安全 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贡品 下午祭祀时间一到 由丹凤所长蔡天瑞率领全体同仁上香祭拜好兄弟 并祈求诸事顺利平安 农利7月是我们民俗中原普渡的一个重要节日 我们丹凤派所挤办中原普渡 特别准备生理 水果 食品等 普渡祭拜 请各路好兄弟共享 祈求保佑地方的平静 疫情早日结束 受邀参加这项普渡法会仪式的贵宾包括里长新庄育民市场制制会 以及井一小等团体 大家持相虔诚敬拜后也道出了心中的愿望 祈求我们地方所有人可以这样变成平安 我们顺利 可以请我们的 好兄弟拜 好兄弟说 在地 来保余 保余我们一切都顺利平安 派出所的所长 每天都派人家去我们那个 疫民市场 去关心 去宣导 他们的第一线也很危险 中原普渡的时间 我们特地跟我总干事 来到这边祈求地方的平安 一年一度的中原普渡 丹奉所用心准备共评祭拜后下地 更祈求辖区内治安以及交通良好 百姓出入平安 疫情迈过来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 entering the film 带阶 五万 再联系 那边 自己来 我们猜